她是旧西藏的最高学府 她是汉族僧人的大本营 佛祖八岁等身相经历了哪些劫难 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小昭寺 寻找文成公主留下的历史痕迹 咱们现在已经爬到小昭寺顶层的平台上了 这上面的人很少 站在这里还可以远望布达拉宫 我身后这座带金顶的房间 过去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寝宫 在文成公主时期 这座寺庙不仅仅是一座佛殿 还是公主居住的宫殿 史书记载文成公主曾经寓居小昭寺 她带来的汉族和尚也生活在这座寺庙里面 小昭寺最初的僧人都是汉族人 在图伯王朝时期 大昭寺是印度和尼泊尔僧人聚居地 小昭寺是汉族僧人活动的场所 在文成公主去世三十年后 金城公主入葬 她派人修缮了小昭寺 金城公主还委任了一名汉族的老和尚 当小昭寺的住持 管理寺庙的具体事务 这名老和尚很受人爱戴 她除了在寺里面念经以外 还经常被当地的老百姓请到家里面 去做超度亡灵的法事 在金城公主去世后 这名任劳任怨的老和尚被吐蕃政府驱逐出境 她对西藏恋恋不舍 临走的时候丢下一只鞋子 说我还会回来的 总算知道灰太郎的口头禅是跟谁学的了 到了吐蕃王朝末年 赞普朗拿马灭佛 小昭寺也遭到了破坏 被改成了一处牛圈 后来到了明成化21年的时候 拉萨河洪水泛滥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祖师 宗喀巴的再传弟子贡嘎顿珠 来到河边祈祷 第二天水位下降 拉萨转威为安 为了奖赏他的功劳 西藏地方政府就把小昭寺赐给贡嘎顿珠 做僧众集会的场所 这位僧人就在小昭寺里面建立了上米约 后来一步一步演变成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府 过去小昭寺里毕业的僧人 有资格称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主 甘丹齿巴 在旧西藏 这是作为一个普通僧人 能够爬到的最高位置 如果他们幸运的话 还有可能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掌管全西藏的政教大权 到了清朝时期对小昭寺的记载就更多了 成书于乾隆初年的西藏志就记载 小赵在大赵北半离许 名曰喇木切 坐西向东 背布达拉 楼高三层上有金殿一座 唐公主见 这里的唐公主指的就是唐朝的文称公主 在乾隆年间 小昭寺的金顶已经修建完工 而且规模还不小 鸟阁翠飞 饭金做瓦 殿上金瓦 光辉夺目 咱们今天见到的小昭寺里面 并没有保存多少件文物 因为它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墙上的壁画被毁 寺庙里面供奉的佛像和经书被洗劫一空 过去小昭寺大殿的门前悬挂有两块匾鹅 分别是乾隆皇帝玉刺的骑蛇真镜 和民国时期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写的慈云广复 这两块匾鹅都在六十年代被当成柴火拿下来给烧了 小昭寺里最珍贵的那尊佛祖八岁等身像 也没有逃过这场劫难 咱们之前讲过是唐朝的金城公主 调换了两尊佛祖等身像的位置 把八岁等身像带到了小昭寺里来供奉 这尊佛像藏于里叫明九多吉 意思是不动金刚 明朝末年的时候 历江的牧师吐司给等身像 敬献了一尊银流金的大佛刊 上面装饰着各种奇珍异宝 当地人就把这座佛刊叫做金银宝殿 可惜也毁于运动中 里面供奉的佛祖八岁等身像 双眼被挖掉 整座佛像拦腰截断 被人劈成了上下两节 佛像的上半节36公分 下半节80公分 下半节一直躺在拉萨废品公司的回收站 直到运动结束 上半节在1973年的时候 被运到了北京的西游金属提炼厂 他在北京一待就待了十年 直到1983年才被石氏班禅大师找到 请回了西藏 僧人们在这尊佛祖八岁等身像里面重新进行了装葬 把佛像上下断裂的部分用黄金灌柱成一体 因为佛像本身的结构已经很脆弱了 特意用22斤白银做了一件衣服 披在佛身上用来加固佛像的身体 直到1985年6月 这尊历经磨难的佛祖八岁董身像 经过重新开光之后回到了小昭寺 有关文成公主与小昭寺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 请各位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是商店歌号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